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点香光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周末来点香光播出的日子 很高兴我们又在无限的网络中相见了 无论您来自何方 首先邀请您订阅来点香光Podcast频道 以及脸书粉丝页 您会优先收到新节目的通知哦 这周的大家过得好吗 上星期的内容 我们认识了佛教里这条出名的白蛇 心心念念为了报恩 走进了许仙的生命 报恩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然而报恩的感情走得下去吗 人间的情缘又该怎么样面对呢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 剑曲法师讲佛教里著名的蛇下集 来点香光的朋友你好 我是香光泥声团的剑曲法师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题是 佛教里著名的蛇 今天要分享中国佛教里很有名 影响力很大的一条蛇 也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他的名字就叫做白树真 又叫做白娘子 今天的分享分两个部分 主要是从白蛇跟许仙感情的变化 来看人与人的相处 话说白树真跟许仙 在苏州成立一个中药铺 刚好那个时候苏州有了瘟疫 这个白娘子有药 所以大家都来跟许仙的中药铺抓药 中药铺因此经营得很成功 也救了很多人 白树真跟许仙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久就到了端午节 端午节大家都要喝熊黄酒 可是白娘子不能喝 一喝就现原形 白娘子为了不让许仙起乙 就喝了一小口 结果等到许仙回到房间 不是看到人 是看到一条大大大的白蛇 许仙吓死了 是真的死了 所以白娘子就去额眉山 取仙草把许仙救活 重点是救活了 许仙一定会问 我刚刚在房间的那条白蛇呢 我看到一条大白蛇 那条大白蛇去哪里了呢 于是白娘子就拿了一条手帕 变成了白蛇 她骗许仙说 白蛇就是这个 是你看错了 我们常说 都是那个坏法海 来离间许仙夫妇的感情 但是这对夫妻 本来就不是相互坦诚的 从端午节开始 许仙心里就一直有个疙瘩 她对于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 每个人心里都有秘密 这是不可避免 但是当许仙已经见到 白娘子的原型的时候 白娘子选择了逃避 选择了继续欺骗 她没有足够的勇气说 相公 我就是那条白蛇啊 我是为了报恩而来 她不敢说 我们因为恐惧失去 所以不能坦诚 不能面对 不想改变现状 可是过得了一时日 过得了一辈子吗 这样做 对许仙是公平的吗 白娘子自己说 我要报恩 我就是想尽办法嫁给她 我就是帮许仙成家立业 我就是救许仙冒了多少的生命危险 后来还生了个宝宝 为许仙传续香火 可是重点是 许仙她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 人并不是因为你给我好处 我就什么都不能表达 人需要的是被尊重 被理解是互相的 所以这里就是一句话要跟大家分享 人是互相的 那我们再继续说 白娘子到底是被谁抓住的呢 不是法海 是许仙 后来水曼金山寺之后 白娘子还追到了许仙杭州的家 企图跟她重修旧好 可是许仙回不去了 她根本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 跟白娘子在一起 她怕白蛇 她更怕 到底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逆变出来的 因此痛苦的许仙来到了西湖边 准备自杀 谁阻止了她 法海 法海给许仙一个波 跟她说 只要这个波盖住了白娘子 白娘子就能够抓到了 有的版本是这么说的 许仙拿到这个波 非常的高兴 拿了波回去就把白娘子给盖住 有的版本说 许仙不愿意 她还念着夫妻之情 法海就拿着那个波请许仙去装茶 就在许仙拿着波准备去装茶的时候 波不小心飞了起来 盖住了白娘子 不管哪个版本 都是许仙抓住了白娘子 白娘子被镇压在雷锋塔下 冰冷孤单 只能说西湖水干江湖不起雷锋塔倒白蛇出事 意思就是白蛇是永世不得翻身 看到这样的结局大家心里都很伤心 现在的人会说爱情无罪 白娘子不管做了多少糊涂事 都是为了许仙 但是我们想想看 如果结局是许仙承受不了压力 跳湖自杀 那么白娘子的报恩 是不是就变成一场闹剧 白蛇断的最后 许仙出家了 白蛇在他儿子为他平板之后 也放下一切恩怨 往天上飞去继续修行 这样的结局从佛教的角度来说 许仙出家修行 他对白蛇没有怨没有怕 没有爱没有遗憾 白蛇他也要继续修行 他对许仙没有恩没有怨 没有爱没有遗憾 这就叫做修行 佛教说放下 在这个梁框宝餐里头 有一句颤吻是这么说的 今日以慈悲心 无怨清想 虎为三世众愿 求哀忏悔 愿皆舍失 意思是 不管是恩 是亲 是怨 是恨 都愿意舍弃 不失 练习来舍弃 来放下 我们与身边的人都只是在因缘的安排中 互相陪伴 台湾话有一句话说 我是你的牵手 你是我的老家 我们珍惜这样的因缘 尽心尽力 陪伴你 帮助你 但是重点是 我们还是要在修行 要有慈悲 要有智慧 来圆满每个因缘 我叫说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就是我们的善知识 白蛇因为许仙而明白了自己的弱点 许仙因为白蛇也理解了世间的真理 人与人之间相互陪伴 就是修行 最后祝福你 与你身边的人 都有智慧 有慈悲 一起来修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是来点相关频道 谢谢你的收听 听完白蛇和许仙的故事 可有发现 人生种种恩怨情仇 当相互理解出现 愿意把自己放在对方的处境去体会 才有可能走上放下的道路 而人与人 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可能充满琐碎 也会面与很多无奈 但如果能够善用其心的你 已经在休息着珍惜和陪伴 这两种非常重要的生命功课了 实质农历七月 香光尼僧团 在八月二十到二十九号 举办于蓝盆报恩法会 请把握与佛菩萨心意相通的机会 也会向世界疫情早日消弭 全程有线上共修 前进礼静的心 跨越时空 没有距离 请搜寻香光资讯网 于蓝盆报恩法会 今天来一点香光的内容 就进行到这 我是主持人 剑吉法师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陪伴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欢迎订阅与分享 并到iTunes Apple Podcast 为节目打五颗星评分 让更多人看到来点香光这个频道 也欢迎您加入来点香光FB粉丝专页 按赞留言 给法师和团队最直接的支持和鼓励 点亮您的周末 来点香光为您祝福 我们下周见 感谢你的聆听共学 愿香光宝藏一路陪着你 前往内心向往的方向 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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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